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抛过了当前个人关怀的神圣应许 和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未来应许 这将在新天生地上建立上帝正义和和平的角度 好 用来分五个范畴来探讨金货内容 第一 百姓的叛逆 第二 上帝的行动 第三 悔改 第四 上帝的面容发光 第五 历史之主 我们先来看《百姓的叛逆》 诗篇78篇17节 他们却研究得罪他 在干燥之地活跃至高者 根据大卫的命令 阿萨从利美人中被选为斯哥班指挥 他和他的儿子们都是先知并著作了诗篇 在诗篇78篇中 阿萨回顾了从出埃及记到大卫时代的历史 目的是要教导我们重要的教训 从七十八篇一到八节里面 我们见到诗篇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记得上帝如何带领他的子民 并且值得我们赞美 我们必须把教训教导我们的孩子 这样他们就不会像他们的祖先般叛逆 然后第九到五十四节 连说到上帝降弯役到埃阔 翻开海洋 白天用云彩 晚上用火柱引导他们 并且从盘石中带出水来 那时候百姓不相信上帝能够为他们带来肉和食物 进军他们反抗 上帝并没有消灭他们 从五十五节到六十四节 连说到他们能够在加南建立家园 是因为上帝拘捉了那里的居民 但他们再次反叛 上帝唯有将他们交给敌人 六十五到七十二节 最后上帝透过大位再次拯救了他的子民 上帝呼召了一个牧羊人 来牧养他的子民 上帝将权杖交到犹帝手中 选择耶路撒冷为首都 尽管有半夜 上帝在当时是信实的 并且上帝在今天仍然是信实的 接下来讲到上帝的行动 诗篇105篇第一节 你们要清借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再慢慢传扬他的作为 诗篇105篇里面 没有提及到人为的错误 从向阿伯拉罕 许下承受加林地的应许 直至应许的实现 上帝施行神迹的作为 得到了高度的赞扬 诗篇105篇8到11节 讲到上帝和阿伯拉罕 以撒雅各纳羊 12到15节 讲到当他们软弱的时候 上帝是保护他们 16到24节 约实将以诗人 从饥荒中拯救出来 25到38节 当他们被老的时候 他击现摩西去惩罚埃及人 39到44节 上帝带领以诗人 穿越沙漠 到达加林地 记住历史 有一个目的 就是使我们能够 完全赞美上帝 当会起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要赞美上帝 述说他的歧视 我们要靠上帝 荣耀喜乐 我们要尋找上帝 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散伴 以及我们要遵守他的计命 接下来讲到悔改 诗篇106篇第6和第8节 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 我不作了业 行了恶 然而 他因自己的名 拯救他们 唯要彰显他的大难 以色列的历史 是一部罪恶 和悔改的历史 就好像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一样 诗篇106篇回顾了这个故事 强调了以色每次犯罪 他们都会承受后果 但上帝的恩典感兴了后果 上帝宽恕了他们 他们暂时重新信服上帝 在诗篇106篇里面 摩西和菲尼哈的代求被强调 这是耶稣为我们代求的预表 但上帝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当人走得更远的时候 上帝就容让他们被俘虏 然而 即使在被囚禁期间 上帝仍然表现出他的怜悯 历史给了我们保证 我们可以祈求上帝的欢恕 并从上帝那里得到拯救 然后我们会赞美他直到永远 接下来的题目是 上帝的面容发光 诗篇80篇第三节 上帝啊 靠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念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在诗篇里面 我们发现了一首非常特别的诗篇 诗篇第80篇 即是诗篇比喻 以色列被比喻为 上帝从埃及迁出 重植在加南地的葡萄园 并让他从地中海 生长到有佛拉底河 但上帝却允海葡萄园被忽略 他的敌人也进入其中围围他 为此 诗篇的作者肯求以色的木人 起来拯救 他确信上帝会听他的祷告 并使他的念光照他方亮的葡萄园 上帝面容发光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当上帝向我们施连吻的时候 并赐给我们平安的时候 他的念就为我们发光了 最后讲到历史之主 诗篇135篇第6节 而话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一切的三存 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 我们赞美上帝的良善 和能力 究竟上帝如何 显明他的良善和能力 诗篇135篇第6第7节 华维之就是在创造里面 然后诗篇135篇第8第9节 就讲到在出埃及的时候 和诗篇135篇第10到12节 讲到在征服迦南的时候 我们要赞美上帝 因为他会连满我们 因为上帝在创造 和历史上的大难 是世上无以伦比的 所以上帝的子民 应该永远依靠他 并单单敬拜他 作为我们的创造主 和教祖主 只有他应该受到敬拜 在教会证言 怀伦这样说 上帝对待他的子民的方式 应该经常重复 主在与古代仪式打交道的时候 所设立的路标 是多么贫乏啊 以免他们忘记过去的历史 他命令摩西 将这些事件写成诗歌 以便父母可以教导他们的孩子 主为这一代的子民 创造了奇迹 上帝圣经过去的历史 非常被带到人的面前 无论老少 我们需要经常述说上帝的良善 并因他奇妙的作为 而赞美他 于我们都不会忘记历史 领记上帝的恩惠 好让我们尝尝述说 和赞美他的奇妙作为 好了 我们今课句说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 by bwd6